嗨,大家好,我是嘉義市市長勇媽华敏輝 因為要向所有鄉親報告 嘉義市大型疫苗接種站 專屬的預約系統已經在7月11日完成 改大新的任務了 接種疫苗,中央有新的政策 未來18歲以上第9類 以及50歲以上的鄉親 包括這次沒有施打到的 65歲以上的鄉親 你都可以在7月12日 禮拜一下午5點以前 到中央的疫苗預約系統的平台1922 來進行意願登記 首先你要先去意願登記 必須登錄你身份證字號 健保卡卡號 還有一支你聯繫的手機的號碼 選擇施打的縣市、嘉義市以及疫苗的種類 如果你要不要輸用 你可以到市政府一樓的服務台 另外警政的系統、民政的系統、 衛政的系統、社政的系統 都會有專人來幫你服務 重點要記得攜帶你的手機和健保卡 我們會幫你服務 中央疫情指揮中心也說 意願越多、配送量就越多 也就是說中央要給嘉義市多少的疫苗 取決於我們鄉親意願的數量 所以民主要請我們的鄉親 一定要馬上、一定要記得、一定要趕上 上網進行意願登記 才能確保下一個階段疫苗施打的機會 記得7月12號下午5點以前 也沒有 知名秀 有新聞 秀 有20紀 Chest